今天我们来看一台害怕牌笔记本 现在这台电脑按开机键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它的电池没有电了 反正之前给我的留言就是 这台机器它是进不了系统的 像进不了系统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它的系统坏掉了 也有可能是它的硬盘坏掉了 它本来是想把硬盘拆下来 单独检查一下的 结果发现这台机器的硬盘并不好拆 于是就整台电脑发给了我 先让我拆开研究研究 现在我终于知道 这个硬盘为什么拆不下来了 上面这一颗螺丝 直接整个滑掉了 但是别慌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小小的手术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那就有了 今天我们来给这一个螺丝开一条路 OK搞定 之前我一直以为惠普的硬盘 它只做零售 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在自家的机器上面遇到了 硬盘上电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按以往的案例来看 如果这里进的是雨水或者是饮用水 主板这边最多就发白或者留下一些水质 但是我手上这一块它是直接硬糖发黑了 感觉像是中毒了一样 并且后面主板的皮都掉了几层 因此得出这一块盘进的水应该是具有一定腐蚀性的 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硬盘的电流还是可以上来一点点的 并且有跳变 但是离正常工作肯定还是有那么一定距离的 虽然我很想直接给它修好省一块料板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当我把料板拿出来的时候 直接当场给了我一个爆机 主控旁边这里有一排电容的 全部都掉光了 对比这个料板 所以今天这一块料板肯定是不能省了 对了 这个盘的具体型号 它是英特的545S M.2版本的 另外一点我不想搬满的原因就是 它原盘是带黑胶的 黑胶加进水 那是多重翻车buff点满了 虽然难度很大 但是拆个黑胶 对于我这种身经百战的翻车老司机来说 简直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第一个已经拆完了 还是有点紧的 OK 看了一下 进水最严重的地方还是主控这里啊 主控底下的焊盘全部都发白了 另外上面还有一层黏糊糊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上面 这肯定不是焊油啊 而且我在加热的时候 这里还发出非常难闻的味道 简直就像跟在下水道一样啊 这个盘该不会是直接掉坑里了吧 因为英特的主控它是带加密的 所以我们要来先测试一下 它这个主控有没有存活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把这个主控干到料板上面去测试一下 OK 看来主控并没有炸 我们继续把它原来的颗粒也干上来 颗粒干完 硬盘直接轻松点亮 运气不错啊 下面的分区都直接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视频也跟着一起被水完了 现在小型的主控格是不是影響 简直到码封重的二比较 给它能量把这个颗粒方面的颗粒 现在我们不可以订阅你的来